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来到iTalk BBTV YouTube频道 那么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带来的是一档 最近非常火爆的综艺节目 那这档节目在播出第一集的时候 就收获了豆瓣评分9.1分的高分 那现在是已经播出到了第六集 豆瓣评分仍停留在8.9分 所以可以看出这部综艺节目的质量也是非常的高啊 那不多卖关子 这部综艺的名字呢就叫做 我们是真正的朋友 那我们是真正的朋友这档综艺呢 它是由大S小S柳汉雅阿雅还有范小轩 担任主角的一档真人秀节目 我们都说旅行是检验一段感情最好的方式 所以大S就船局邀请了这三位聚少离多的好朋友们 在他们不惑之年的时候 重新踏上了这一段探讨友谊的旅程 在我看来呢 这不仅是一档为观众带来欢笑的节目 其实也是为观众带来了一份充满人生哲学 与女性成长指南的这样一档节目 那之所以这部综艺可以获得如此之高的评分 在我个人的角度来看 其实是因为它将目光聚焦到了一个我们很少关注的一个领域 有情尤其是女性之间的友情 其实呢我们发现周围很多的影视作品 通常都是围绕着恋爱婚恋或者couple 组CP这样的主题去展开 那很少有作品是关注到了女性友情的这个领域 其实反而是我们现在去看网上 微博微信上有很多很好笑的段子 都是在嘲讽女性的友情 比如说我们说姐妹花 塑料姐妹花塑料情 这样的梗其实听起来是都非常非常的好笑 但是听久了之后呢 我个人是觉得多少还是有一点悲哀的 因为这个背后呢 其实气象 它传递的是一种对女性之间友情的不信任和不自信 可能很多人会觉得啊 就是女性在一起就充实着非常多的竞争攀比 然后很多事情也是围绕着男性展开 就像之前很火的那几部公斗剧说的那样 我们大家都说男女之间没有纯粹的友情 那其实在这样的论调之下呢 我们可能甚至觉得女女之间也没有纯粹的友情 那所以说在成年女性的生存法则之中 我们真的就再也无法拥有一段持久又真挚的友谊了吗 其实我觉得我们是真正的朋友呢 这档综艺是给了我很多关于这方面的思考和感动 我们是真正的朋友呢 这个综艺我记得我在看第一集开篇的时候 他们就有这样一段话 叫做20岁的时候我们是真正的朋友 40岁的时候我们依然是真正的朋友 那我觉得这样简简单单的一句话 却是赚足了应该赢瓶前不少观众的这个类点 那20年前呢我们都知道这四个人 大小S 阿雅 还有范小轩 他们当时都是出入娱乐圈的花季少女 那在这20年里呢 他们每个人其实都发生了非常非常多的事情 那起起伏伏呢摸爬滚打 有些人呢是患了抑郁症 有些人感情不顺 然后有些人还频繁地被扑遭受家暴 有些人流产痛失了第三个孩子 那20年后呢我们看回望过去 我们会发现很多东西呢 其实都已经改变了 那大S呢已经也不是流星花园那个时代的大S了 小S呢也已经不是康熙来了那个时候的小S了 可是他们四个人呢 却依然还是那个守护在各自身边的死小孩 用他们的话来讲 那其实这样的友情呢是非常非常的令人感动 我们可以看到他们这四个人的性格呢 其实是截然不同的 每个人都非常非常不一样 但是聚在一起呢 却有着非常奇妙的化学反应 那如果要说他们四姐妹中的老大是谁 那肯定是非大S莫属 其实关于大S的故事 我们其实听了已经非常非常多了 包括他的美容大王试剂 他的减肥试剂 工作狂试剂 包括今天我看微博上 他还上了热搜 叫做大S的自控力 所以说team里面的人 大家都会听大S的话 就甚至连小S也有一点怕他姐姐 我是看到小S在那边跳舞 对他们大半夜在那边群抹乱舞的时候 大家觉得非常吵走出门 然后第一个眼神看到小S之后 明显感觉到小S是非常处他姐姐的 但是大S同时呢 也是在四姐妹里面有问题的时候 就会第一个站出来解决的人 比如说当时阿雅发烧 然后也是大S第一个站出来解决 然后第二天大S 阿雅因为发烧穿的少 大S主动说要让他穿自己的袜子 其实这些都能看出大S是一个 非常大姐大又非常热心长的这样的一个人 那再看看小S 其实小S在离开和康永哥离开了康希拉的这档节目之后 他的状态一直都不太好 可以说一直都没有进入他当年的那种巅峰的状态 但在这档节目里面 非常非常难得的是 我们又看到了当年的那个小S 其实在四姐妹里面呢 小S一直是一个非常鬼马精灵 然后点石成金的这样的一个人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他其实非常活泼 话很多 然后鬼点子很多 非常夸张 又非常具有综艺感这样的一个人 我记得在第一集他一开场的时候 他就跟那个司机师傅开玩笑说 把女儿放在了行李箱里打包走了 然后他一上车就是跟姐姐在各种 因为美貌的这个梗 非常的娇柔 造作 然后接着就打电话开始损阿雅 然后到了缅甸之后又想起是愚人节 他又开始在那边恶搞 所以我们都可以看到 他其实是在朋友里面 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氛围的制造者 而且也许只有在这些真正的朋友面前呢 小S才是那个能找到最舒服 最真实状态的那个小S 那我们再来说说Tim里面的阿雅 那阿雅其实在2018年呢 也是迎来了个人事业上的一个小高峰 她主持拍摄的奇遇人生 这部电影呢 获得了非常大的好评 在豆瓣上我记得评分有8.9分 其实阿雅呢 在四姐妹里 一直是一个非常默默努力 默默承担了很多的 这样一个非常性情温和的姐妹 其实有网友总说呢 觉得阿雅是在被这个大S小S欺负 我个人其实不这么觉得 因为在一个team里面 大家性格是需要互补的 那有比较高光高亮的人物 那就会有一些相对来说 更为低调更为谦逊的人 那如果大家都是非常赞扬的性格 那也不会组成一个 这样20年友情的姐妹团 其实呢 大S小S对阿雅的帮助也是非常多的 可以说是他们手把手 带着阿雅走进了娱乐圈 大小S其实在刚出道 还是娱乐圈信任的时候呢 他们就帮助阿雅去介绍工作机会 上节目上通告 都会不断地提到阿雅 包括阿雅在我猜和娱乐百分百的带班机会 也是大S介绍的 那阿雅其实私下里呢 看起来是跟小S是更为亲密的 但他们其实两个人都非常的尊敬大S 那阿雅对带小S的这种朋友间的溺爱 从节目里面我们也是非常能强烈感受到的 即使是他们俩这对冤家在斗嘴的这个时候 每次在最后找台阶下的呢 也是阿雅 所以不论曾经有没有过朋友之间的争执和矛盾 那朋友已经处了二十多年 处到了这一刻 其实都已经不简简单单是朋友的关系了 在我看来更像是一种同舟共济的亲人般的关系 那我们再说说四姐妹里面的范小轩 那小轩其实给公众的一个非常深刻的印象 就是她还是一个小女孩的时候 在春晚蹦蹦跳跳的唱了那一支健康歌 可以说是年少富盛宁 但是后来呢 她个人其实是发生了非常非常大 可以说是天翻地覆的转变 她去闻了声 留了寸头 整个人从一个日系的这种美少女的形象 转换成了一个非常酷 非常Rush 非常独立 然后还出了自己非常不一样的音乐唱片的 这样的一个女音乐人的形象 那在这个转型期呢 她其实个人是非常的迷茫 甚至是还患上了抑郁症 但是非常庆幸的是在这个节目里面 当小轩又重返到我们的视线里的时候 我们发现她变得更加成熟成长 但同时却没有丢失她那颗对世界的好奇心 和一个怜悯之心 我们其实发现小轩这个人是一个非常 既来之则安之随遇而安的一个人 因为大小S阿雅都会在节目里面 有吵吵闹闹希望去做什么的时候 这个时候无论是她们想出门或者不想出门 小轩都可以陪在她们身边 可以说发小轩呢是这四姐妹里面一个 让人十分安心的存在 我们是真正的朋友呢 这部综艺其实已经播出过半了 那每周追剧的时候 其实我对友谊都有着更新的一些认识 那除了在追剧之初对是否有这样的友谊存在的质疑 迷茫或者对私人友谊的羡慕之外呢 其实我更加明白和坚定的一件事情就是 高质量的友谊只会发生在成熟 风吟充实的人之中 其实我们回看这四个人 他们哪一个不是在各自的领域拼尽了全力 找到了自己的这样的一个人呢 因为她们内心更加自信 所以她们会有更大的包容力 她们会有更多的理解 愿为朋友去留下这样一份余地 所以说在现代女性的生存法则之中呢 我们完全可以跳出塑料姐妹花这样的论调 用更好的自己去迎接一辈子真正的朋友 那最后的彩蛋是我们本期为大家总结了 七部关于女性友谊的电影 关注我们的官方平台iTalk BBTV 后台回复 我们是真正的朋友 就可以获得完整的观影清单了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 我们下期再见